但是加入其他 也許什麼專家啦 或者是什麼樣的 那建商 似乎我們不應該丟給建商 因為現在社會上反建商的氣氛非常濃厚 很可能會模糊 那等到都把它弄好了以後 那建商他們再來這個 標嘛 他們看他們條件怎麼樣 那個是地主跟他們的關係 好 謝謝 我對那個捷山啊 土地面積3844平方公尺這個位置 有一點給捷運局的建議 這塊土地呢 是第三種住宅區 建立率啊 50% 那我看台北市的地圖啊 往直博愛院啊 現在基地啊 一片地UU的 那你這塊基地啊 現在這個圖的 山上也是一片呢 都是綠的 以政府為開發單位的一個業主 對於台北市地利系統 剛剛好要有一個公共建設 嗯 我不曉得捷運局自己 對於這百分之 建立的50%有沒有什麼 敏感度啦 我只是這樣 暗示提議而已啊 是期待啊 齁 某種程度這種 黑人色地利的串連啊 經過政府自己 快快快土地啊 不要那麼的絕啊 全部把它割斷割死 是一個期待 齁 不曉得有沒有辦法 不只是發表政府 好 謝謝